阳明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真茂 带头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由于政府评估流感疫情虎视眈眈 为在七堵的阳明海运公司 响应政府相关疫苗施打政策 特地申请七堵卫生所派医生 护理长以及护理师到公司为员工们 评估施打流感疫苗 由董事长带头全公司大约700多位员工 其中符合资格的百位员工排队 陆续接种疫苗 我们阳明海运非常关心员工的健康 所以在COVID期间 我们除了这个居家上班 然后分T是来上班 然后也鼓励同仁来施打疫苗 所以我们现在打三剂的比例 超过92%以上 但是在这段期间 尤其现在冬天慢慢到了 那我们也提醒同仁 就是说除了COVID之外 流感现在也即将来临 所以我们今天配合政府政策 在七堵卫生所 也非常派人到我们公司来施打 所以我们鼓励今天全公司的同仁都来施打 七堵区卫生所表示 11月1号开始 开放第二阶段50岁以上符合资格民众施打公费流感疫苗 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到相关医疗院所 以及卫生所接种流感疫苗 另外由于七堵区大型企业公司林立 因此可以向七堵卫生所申请 集体接种流感疫苗 11月1号开始已经开放第二波50岁以上流感疫苗施打 如果说只要符合50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到卫生所或各合院所施打 那因为七堵区的公司比较多 所以只要符合人数够的话也可以跟卫生所接洽 我们也可以安排请医生进去施打 不只流感疫苗 这三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阳明海运同样鼓励员工踊跃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保护自己和家人 也保护同事和公司 形成保护网 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